個人的歷史看起來 我們可以知道 不管是我們面對的敵人多麼強大 只要我們的人民站在一起 只要我們的人民有保衛國家的決心 那我們就可以戰勝敵國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們的市長 我們城市的父母官 到底面對我們最大的敵人中國 他的態度是怎麼樣 必須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的市民 讓我們的市民不要和我在恐懼 不要和我在擔心之下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市政府 就是希望不管是誰 會來當選市長 都可以來簽下這份承諾書 承諾我們的市民 不管是面對中國的入侵 還是面對中國的威脅 都可以勇敢的站出來 保衛我們的市民 並且告訴我們的市民說 我市長一定會保衛我們家一次到底 拜託 所以我們在這裡 不管是黃明慧市長 還是李軍醫市長參選人 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來簽下這份承諾書 告訴我們他們 捍衛台灣 保衛嘉義的決心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灣基金 嘉義市 新區市議員候選人的洪衛廷 許多國際媒體都紛紛指出 海海就是下一個 最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我們面對中國 這一個霸道獨裁的存在 我們不能去預測他們的下一步是什麼 所以台灣最近也一直呼籲所謂的席地警告想起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關注這個議題 那我們之前全台灣24位議員候選人 也已經由黨中央統一簽署這一份不投降的承諾書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第一 是希望邀請所有民主勝利嘉義市的市長候選人 可以共同來簽署這一份絕不投降的承諾書 因為我們知道面對中國的威脅日日境秘的現在 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管哪個層次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行政首長都已經沒有立場模糊的空間 我們需要知道他會跟我們站在一起保衛台灣 還是會成為下一個去中國親親我我的下立人 第二我們也要問我們的市長候選人 你們對於民防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日前我們的首都市長柯文哲 他不但不簽署這一份不投降的承諾書 他還對於我們民間單位 日行自動出現出力的一個訓練課程 嘲諷我們是義和團 這樣子的行為是非常地承諾的 所以我們也想要請問我們的市長候選人 你們對於民防的態度是什麼 是跟柯文哲一樣打擊我們的信心 還是願意拿出地方行政首長的高度 利用市政府的資源 然後來成為我們民防整個體系的後盾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的主要兩個目的 謝謝大家 好那最後我們再帶一次口號 抗中防火牆 抗中防火牆 保台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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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衛台灣第一線 捍衛台灣第一線 藍綠市長在哪邊 藍綠市長在哪邊 捍衛台灣第一線 捍衛台灣第一線 藍綠市長在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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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標語要舉高一點 好 太高了 就一起就好了 阿鳳再過來一點 好 看到你們 來 來 3 開3 好 各位記者朋友有沒有要先拍照呢 大家可以輪流拍照一下 記者朋友們有什麼想要發問的 沒有好 那我們這次的記者會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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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記者會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現在大家來觀看 please heavily 有